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据世界人口评论的报道 香港人人口平均85岁 是世界第二长寿 那么健康还有什么好说呢 就因为在香港以至全世界都好 人对精神、心灵上的健康 仍然有很多误解 所以我们会带你了解不同的有趣事 让大家都可以认识一下 其他人如何寄成在不同的兴趣上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 是否你的身心有趣事呢 菲林曾经何时是摄影中一个重要的媒介 为无数的摄影师捕捉他们最重要的瞬间 随着科技的发展 菲林会逐步被淘汰 不过依然有一班朋友 追求着菲林的温度、热度和质感 为菲林摄影继续努力 我们一起来找一班菲林摄影师 去研究一下什么是菲林摄影 菲林的相片未来无限 今天在我身边还有Taren 你好 Taren 你好 说菲林 我想也是那个过度 我们成长的年代是没有数码相机的 没错 所以一接触便是接触菲林 你当时是怎样 我当时是小时候第一次接触菲林 当然是索花机开始 是否这些样子 不是的 是一些再低能一点 就是低一个制感 没有东西教 他已经帮你弄好 我家里有 我小学就是家里是那些机 从那时候开始 开始接触菲林 之后真的进入了这一行 当时的工作 其实没得选择 全部都是菲林 他说一是选择不同的菲林 有黑白、彩色、环灯片 有不同的道数 是的 不同的道数 那些 但由菲林一个转向 其实这十年的时间 差不多十多年 我记得可能是二千年左右 因为开始慢慢转向 开始慢慢转向 是的 就开始转为数据 菲林给到你的魅力是什么呢 这件事真的没得说 就是那个颜色 还有那个通透力 就是那个感觉 这个一定比数据好 但是数据又有它 很方便 可以立刻看到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立刻可以修正 有些菲林都可以立刻看到 这个就是比较不用等的 因为随时代变迁 对不对 也要等一会 怎样都要等一会 一会 就算是没有那么久 都可以等的 不用等几天 就要曬 但技术上的分别在哪里 让你感觉上 可以这么说 如果用菲林的时候 要求的技术相对地会高一点 而且结果是真的要冲出来才知道 是的 当你发觉自己 原来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想你要修正就是下一次 是的 还有你会看到有些人 拍到某些照片 你很想 即是小弟哥的时候 或者小弟 你都是想先模仿 或者想做到这张照片 为什么做的都不行 就是一定试过有这样的过程 这些过程 但是现在想起来就觉得 很有趣 有趣 就是因为试过这么多次错 我就大概知道 在这个天空里 我大概要用什么 是什么曝光组合 我最过是经常无法注重 拍完整盒 原来全部都是错误的 就完全失败了 这个就像拆盲盒 就像我上次手冲的菲林照片 在盒房里 其实真的是拆盲盒 你会冲出来 才会看到菲林照片的微粒 然后有声音 你才会看到 那张照片出来是怎样的 所以我觉得挺有趣的 我自己觉得 而且看着她的照片慢慢浮现出来 自己作品也挺开心 对 很想试试 你说得这么好玩 下次带你一起出去 谢谢 Tewin 问题吧 我小时候学的时候 中学生的接触 或者大学生的接触 这些事情时 我身边会遇到一些 老师呼吸 这些事情是很高兴的 问照片 细节是怎样的 曝光曝过了 对焦准不准 拿着两张照片去比较 比较 对 有很多挫败 当时是有这种感觉 那你怎样看 但必然会遇到的 对吧 你学习的 我们的年代是会有这种 其实 就算是什么年代也好 菲林机其实基本上 它带给你欢乐 当然很多 但挫败感也会不少 因为在我所见 很多人拍照 很多时候冲完菲林 拿回来看 为什么没有东西看 到最后 原来发觉 他们没有装好和菲林 基本上不是曝光 是没有拍过 是没有拍过 没有卷过 没有卷过 对 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卷 以前可能是 某一个年代 大家熟知的一个行为 但是现在 失传了 入菲林技术 但这是有趣的 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当你冲完后 你会觉得 那下次就会记得 我一定要入合票 不要乱打开个盖 没错 是学错的过程 但是当你去到创作的时候 你怎样去理解 因为我总是觉得 好像有一个时期的朋友 他们很斟酌在几方面 准不准确 能否做到某些效果 但是对到你去到做 专业事件事 去到创作的时候 这些技巧 技术 和内心里面想表达的东西 是怎样放一个平衡呢 我想这样说 在菲林年代 很多时候大家学拍照 主要是学光圈 幻门 ISO 甚至乎 刚才你所说的对焦 创作的时候 基本上要将这几件事 当然要懂 也要灵活运用 但是当你学会了这件事的时候 应该要将它放在第二个主要 因为最主要的东西 其实是将相片本身 那究竟你的想法是怎样 你的构思是怎样 你其实今天是想去拍一些什么 这个比其他技巧方面的东西 就是比相反 没错 其实我觉得拍菲林相 是一个学习不完美的过程 因为刚刚听到我们的讨论 可能有一段时间会觉得 光圈、快门、ISO这些够准 还有那个构图要符合黄金比例 那张相片就是完美 但其实这些东西可以做到 还有什么是完美呢 其实完美是人定义出来的 我们要符合这些标准就是完美 但其实我们能否抛开 要追求完美这种东西 可能那个瑕疵也是一种美 是的 叫做不完美的完美 是的 而且在那个过程中 找回一些真实、人性化的感觉 因为人本身也没有完美 是的 那待会是否带一个人去出错 Terence,你今天是否会带我拍摄菲林相片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部相机挺好的 是的,我特意问朋友借的 是的 相对来说这部相对比较简单 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教的 所以绝对是刚刚接触相机的人 菲林相机的人做的 真的适合我这些伸手了 好…那我们会在这里附近拍摄照吗 会呀,我们会在这里附近到处拍摄 好啊 可以望望观察一下 然后找一个最合适的角度 才去拍摄 有时候你会刻意等 譬如像现在这一秒 有个人刚刚经过的时候才会拍摄 就是有交叉 是的 关闭一下这一刻 究竟你什么时候按下去那一秒 因为你拍摄这张照 你任何一秒都可以拍摄 我们待会可以试试 可以走近一点 打斜景拍摄这个透视 还有就会有那个消失店 是消失店,没错 好的 我也想拍摄这里 这里的感觉是十字路口 人来人往 然后车也有很多在这里经过 而且我看到这里很多都是建议 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也是的 尤其是有些光暗 因为我觉得拍摄黑白照 光暗是整张照片的最大的表现 嗯 它的相比较是吗 没错 Adam 嗯 刚才拍摄黑白照 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跟我平时用相机 即使用Digital 真的有很大分别 因为平时用Digital 或者用手机也好 你会有很大的螢幕 在看着你自己拍摄什么 嗯 但这个只能靠这个很小的 孔子去拍摄 而且你不能即时看 所以我等待一会晒的时候 我才有机会看到自己拍摄了什么 所以有点神奇 而且有点紧张 因为不知道自己拍摄了出来的作品 那是怎样 嗯 是的 那有没有觉得很难掌握的感觉 或者是很虚的 好像 因为不能立即看 我觉得有 而且尤其是我很害怕自己的手震 嗯 因为平时现在的机器很厉害 真的会防手震 是这样的 但是始终你用这些 比较旧式的飞臨机 好像真的要保持得很均匀 然后你真的觉得对了 感觉到了 你才拍摄下去 对 会有这样的感觉 是 好的 现在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不如一起去晒相吧 好… 是否要去黑房的 当然 好… 我们脱下吧 好 Adam,我介绍朋友给你认识 这位就是朱sir 你好 他帮你的飞臨已经充好了 是否就是这一条 没错 啊 我们是否要剪开它 因为它那么长 是 进去放了 我们不会整条都进去 我们会分一段 方便我们放进去的机器 所以我们剪掉它之后 就放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一底一底地看了 为什么看上去呢 黑色一块或白色一块 其实这个黑白刚刚是转转的 黑色就是一些暗的地方 白色就是光 有一些照片已经白色到我都不太看得到 我拍了些什么的时候 那就比较可惜吧 可能那里是因为那个环境很黑 朱sir 我们是否可以去晒我拍的这些照片 我觉得也有一些感觉 好像也拍得挺漂亮的 是,可以的… 因为现在是副像 其实黑白是倒转的 你真的要看得到 我们稍后进去黑房就会 清晰了很多 我们可不可以进去黑房参观吗 随时可以 好的 好了,你选择底片 我们就可以准备放在机器上 这个机器的框跟现在一样大 那你把你选择好那张 就放进去那个位置就可以了 这样 对了,然后吸着它就放进去 开灯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形象 那接着我们是要怎样做的 放一张照片上去吗 没错,放一张手指上去 那我们就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就交一个时间 我们就要把它逐格逐格 稍后你就会看到 我们有一个时间度 现在按按键 它自己计时 现在也看不到 我们要经过那个药水 就去那边 这个放下去就可以了 最后记住 将这个亮那边 即是有药水那边 稍后我们通常 一般是要两分钟的时间固定 你看到全体的影像 在头30秒就会慢慢走出来 这个就已经搞定了 最简单的 我们讲的道理很简单 有黑的位置最黑 有最白的位置 中间有不同的吸数的灰色 就是最好 我觉得应该是要深一点 因为我觉得是这两格的中间 所以应该是10秒 好,10秒 这个就是我的BB 已经出光了 多谢你们今天带我来 这里曬照和这个体验 我觉得第一次 实质这样去 冲曬一张照 去曬这个菲林照 其实我觉得感觉 我觉得挺神奇的 就是看着它浸了药水之后 它慢慢在药水浮现出来的感觉 还有我不知道原来 是可以要做试纸的 就是我们这些试试 我不知道原来 是曬一张照片都要这么讲究 是很花功夫去做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神奇的 很多谢两位今天 和我在这里曬这个菲林照 谢谢 谢谢 今天谈谈这个菲林照片 在这个数码与菲林的年代 我们当然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你好 你好 阿芷 你好 你好,阿芷 你好,阿芷 阿芷有很多菲林的创作 我和她一起聊天 今天就谈谈你这么年轻 你应该是一个数码年代成长的人 你为什么会做菲林的创作 阿芷 我第一部机都真的是一部菲林的机 我觉得小小时 怎样都会有点反叛 为什么会拿相机呢 是因为我爸爸也喜欢拿相机拍我 之后我就会偷地 拿了一部相机发行后拍照 所以你当时学习 就会碰这个菲林的机 正式学习菲林的机 因为我去了一间相机铺 是一个很磁场白白 我说明学生真的没有钱 你会很想买一件东西 只是属于你 他就说只要你拍得准确 菲林可能一同 那时候是三十多元 对,三十多元 最便宜的就是28到36 但有三十六张机会 其实你准对得准 你的心够定 就拍到了 当时就跟我说 其实那时候为什么会拿相机 他开始拍摄自己个人的创作 读书的时候 是因为家族遗传 家族遗传的疯狂 我觉得相机其实是 好像我记录的 每一天我活着这件事 即是记录了你每一天的生活 是的 即是当下 我觉得生活 而且我很注重承诺的人 如果我约会了对方拍照 我一定会出现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就是我要每天好好地活着 请问我았子 你关于由用骗子机 慢慢步入创作 一开始怎样去揣摩 即始终会由准应不准 什么因为开始 然后慢慢步入 说我会放开这些框架 始终有些阶段 他设置实际上有些原因 例如可能光线是曝光的 你看不到人的毛巾 很多种东西 不过就将相片都未必能用得 一來就是本身買菲林也有一定成本 我要省著用 我也要檢查清楚光線的開頭 第二,真的很感謝那段時間 身後很多朋友會很支持 他願意給他試試 給人來試? 對,我擁有人影很多 我摸摸摸才能摸到 其實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看的視覺是怎樣 我想跟你做朋友 因為你是要拜託朋友幫你拍照 可以拍嗎?可以拍嗎 但他是感謝我們給他拍的 對… 菲林的照片跟數碼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你始終都要思考 你都要思考著這個體準的機會 這個時刻的光線下 然後你才會按照 而且你要很珍惜每一格菲林的機會 現在的數碼機太先進了 你按著連拍 對,我們拿著手機也可以不斷… 你的手機有多少張照片 我有七萬多張照片 我比較好,我有六萬多張照片 對,我有七萬多張照片 現代的科技就是這樣 對,你不珍惜 對… 但剛才聽阿子說的時候 你只有36個張照片 對… 所以有36個機會要珍惜 而且我覺得菲林跟數碼的分別 就是數碼是拆開一張照片 它是一格格的像素 即是一個數碼的模式 而菲林是一個相關的模式 其實簡單一點就是它直接拍照 它用一個底片去記錄 在一個物理上的照片 對… 你拆開那張照片 光線會較柔軟 而且它的質感更漂亮 但反而我很欣賞菲林的等待 而且其實錯也有一種很漂亮 對… 就算不一定要這麼精準 我覺得有時候數碼很準確 所以導致我們好像沒有空間可以出錯 或者是覺得那件事已經可以了 我不會再扭 但我覺得菲林是有比較寬的容錯率 讓我去試這件事 簡單一點就是 如果我破壞了底片 或者我笑了它做什麼處理 它那個記錄也一樣 即是它是一個物件 我可否把它演化成另一個影像 導致令我多了思考 我如何去留一些事情 即是所謂的曝光是否正確 即是那張照片爆光還是怎樣 即是這些階段都是由人去設置 其實我覺得… 到了這個位置 構圖很多事情不太重要 我覺得最重要是當下的時刻 即是有些事情發生了 你能夠抓住 你的果就會擁有這件事 我想問你有否試過 譬如有些時刻其實是很珍貴的 你用菲林機拍攝了 然後發現已經變壞了 對,傳說中的炒粉 炒粉,對 那怎麼辦 試過 那怎麼辦,會否覺得… 對 會否疼心 會否疼心 那下點也會有 但我又覺得我經歷了這一刻 我就可以了 我覺得那個心態上 反而越大 就越會珍惜每次出錯機會 如果人一直去… 好像我們去預覽了一件事 代表其實水沒有動 即是很靜止 我的極限就是到這裡 但我每初一次 每一次 我發現原來我有多了可能性 去彈上來 好像有些涟漪 對 所以我覺得反而是出錯 令我的創作更加有空間 如果我一成不變 我會一直是對的路 但我只能去到這個位置 今天跟大家說拍Phy林相 不過在大家買Phy林之前 一定要留意Phy林上面的一個號碼 ISO 感光度 跟數碼攝影不同 ISO在Phy林的世界 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Phy林寫了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感光度的數字越大 就代表Phy林的感光度越強 如果大家買了ISO100Phy林 就要去一些有陽光充足的地方 去拍照 不然就記住用閃光燈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影片,馬上通知你